一个大药厂的品管从小是阿嬷带大的 她常常告诉老婆自己有多么会做阿嬷的萝卜糕 有一次太太就问她 你既然这么会那就坐来吃吃看吧 结果这个柴烧吹蒸的传统菜桃柜 还真的有阿嬷的味道 后来在太太的鼓励之下 药厂品管转行做萝卜糕 在三合院的大灶前 用古早味怀念她深深思念的阿嬷 这样的场景在徐英杰的梦里 不知道出现多少次 三合院 红砖灶 柴火 吹烟 和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 童年时候最美好的回忆 全部浓缩在这幅画面 而温情的氛围里 当然少不了阿嬷的古早味 为了重制阿嬷的柴烧萝卜糕 徐英杰和太太可真费了不少苦功 首先找木柴 披木柴 就是第一个考验 这有一些就是 凉柱啊 凉柱啊 就好像这样 这个还有卡索 柴烧 它的火比较软 然后它的柴比较绵密 就是在老柴吃吃它的绵密 瓦斯的火比较硬 而且多了一个木头的味道 卸下白卢柏正直产剂 白白胖胖消起来还会滑手 好 现在已经都长茧了 不痛了 笑一笑都出入了 对 这个火饼子很好吃 这样切我就闻到小气 好赞的 现在正好吃 接着泡了一夜的再来米 倒入磨米机 从小跟着阿嬤一起生活 厨房里的一景一物 都有阿嬤的毁秘 那时候家境不是很好 我是给阿公阿嬤帮忙养 爸爸都过年会回来 就会跟说 英格你比较乖 比较乖 然后爸爸哪有钱 就把你带回去 所以每个都会等他带你 对 每年每天都会期待 原本在药厂担任品管 人生转弯的幅度怎么这么大 太太夏凤美在一旁忍不住接话 是我叫他做的 你叫他做的喔 对啊 他卖我的喔 他卖你的 他为什么想要吃萝卜糕 你有吃过吗做的喔 他常常讲 他很怀念他阿嬤做的粿 常常讲说 常常讲不会自己做 他讲他会做的喔 他一直讲说他会做 以前跟着阿嬤在捶粿什么什么的 你是真的叫他做喔 对啊 做来吃吃看啊 做来吃吃看啊 结果他就真的做了 你觉得还蛮满腻的 对啊 就真的还不错 就管他 就干脆就 干脆就 干脆就可以做一下 对 药厂收入不够养三个孩子 凤美建议老公干脆来做阿嬤的萝卜糕 他也辞掉美法设计师的工作 专心帮忙 剪刀变菜刀 生柴火也难不了他 这个 这个没有人会 没有人教耶 就自己 失败了几次就会了 这种家事都要多做的耶 可以说我不会啊 就不用做了 火热的差不多了 煮到软烂的白萝卜 就放入果汁机打成汁 后来改成果汁机 是因为刷腔的容易出水 容易坏 然后换一个方式 它就不 可以延长 本来可以三天 现在可以延长一个礼拜 除了原味 还有一款号称会断魂的辣味 也大受顾客好评 朝天教 传说中的 断魂 纳菇 蘿蔔汁和米浆混合之后 徐英杰把妈妈赞助的蒸笼搬出来 准备上灶楼 我们刚开始做东西都回她老家A 摩米机也是啊 然后蒸笼也是 然后什么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 都是从那边A来的 去山上偷拿 赞助啦 赞助啊 没有啊 所以我们垂櫃给你吃 偷的 对 东西放蒸笼 不是就没事了 还得不断翻搅 让米浆变成糊状 让它食材比较绵密一点 所以不是放的蒸就可以吃了 不是 放的蒸 它的米会沉淀 你下面会有一些 上面会变水水的 等它放凉了 然后去用湯匙挖 阿嬷就说 你哪里起一个 我就在你旁边笑着笑着 那对 我给你看 它明明知道你偷吃也舍不得嘛 站在高温前搅拌再搅拌 徐英杰还自制防火衣 里面裤子烧起来 就是自己想 因为这边有的器具 他想说资本 不用钱 老鲜肉的菜桃柜 徐英杰说阿嬷交给他的 就是测柜 垂柜都要倒到来 急躁不得 口碑的建立也是 我们去跑公司行行 躲在他们的茶水间 然后煎一煎之后 再拿到办公室给他们吃 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跑 东西也觉得还不错 就慢慢朋友帮我们介绍 收入不稳 所以还要煎菜 像我就是会跑救顾客 去帮他们剪点头发 看上头发 他就去打林工 所以开始生出我们周大 都要去打林工 对 因为小孩是要吃饭的 真材实料打动顾客 接下来的这几年 年前都得做上千条萝卜糕 还曾经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我站着会往后仰 然后脚整个麻掉 你自必要这样子站 你脚整个都麻掉 刚出炉的萝卜糕 煎到金黄酥脆 品尝原味 每一口都有萝卜的香气 要吃重口味也可以和XO酱一起热炒 再加点九层塔 这是凤美的私房料理 用阿嬷的古法和阿嬷的态度 蒸出来的萝卜糕口感特别绵密 当初离开本业的不确定感 也随着这一口古早味 画成幸福的感觉 越做越有信心 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让客户 觉得说 哎呦 哪有这个古早味的 就觉得越做越有兴趣 越有信心 所以开始老婆一句话 留下男人类 留下男人类 一口 打拼了好些年 嘉义的三合院菜桃柜 已经成为在地的美味指标 夫妻俩还在台中开了店面 希望古早的朴实原味 能够成为都市里飘散的温暖香气